我们来看到吸烟有害健康 一名吸烟吸了20年的35岁男性老烟枪 他日前因为手指无力脚趾发黑求诊 一时发现他罹患了少见的血栓 闭塞性脉管炎 最后不得不切除所有脚趾 这名男子他从15岁开始 天天都要抽一到两包烟 烟影非常之大 那之后脚趾头就开始疼痛 而且发黑 走路一搏一搏的 但是他却拒绝戒烟 反而是四处求医生 为他用手术来通畅血管 不过最后因为情况实在太严重了 医师只好切除他两脚的所有脚趾